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此前所讲过的那个并且多次用到的那个to left test 任何两个相邻的提醒必然是以这样的某一段线段作为公共的切分边界的 而相对这个边界相对这样的一条有向线段 我们的确可以明确地说谁是左边 也就是上边 谁是下边 所以to left就是above 我们用a来表示 而to right就是below 我们用b来表示 因此所有的这些梯形的确可以排成这样一个纵向的高低分明的次序 我们后面就会看到 我们的搜索就有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 由一系列的梯形所构成的线性序列中来进行 当然为了安全起见 为了我们的算法能够写得更加简明 一个常规的一个做法就是要引入一个哨兵 比如一个常用的方法就是引入一条水平的结线 这条结线它的高度是在复风群远或者说足够低的位置 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的搜索可以不至于造成溢出 当然这是个小问题 我们回顾一下最重要的问题是 我们因此可以不仅将整个空间横向地分成一系列的slab 而且对于每一个slab在纵向上 也可以将其自然地分解为一系列的 可以比较高低或者叫大小的梯形 好 正如我们待会儿要看到的 我们确实会在一个slab中 对构成它的所有的那些梯形做相应的搜索 我们刚才也讲过 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的操作 就是toolab测试 我们通过一个toolab测试 可以在长寿的时间内 就能判别任何同属于同一个slab中的两个梯形 数高数低 谁大谁小 这一条非常的重要 请记住 我们的每一次的判别的时间成本 就像你判断两个整数 谁大谁小一样 都可以在长寿的时间内完成 就是这样子的功纹 就是这样子的难解 在长寿的时间上 都可以在长寿的时间到 就是这样子的时间